你本身佛教的话 你是你自己本身的信仰神的方面呢 你是相信什么的 我其实比较偏无先论老师讲 但是我是很欣赏他的那些哲理 我认为这些证理是未变的 他只是很多东西是围着那个core然后旋转 就好像他可能那些教义那些 其实背双那个core的只是在加强这样子 以前我也是佛教徒 然后我是三年前相信伊斯兰的 然后如果看我们讲佛教的这些他的教义基本上呢 他讲这种礼仪啊道德 在伊斯兰里面我们都是承认 都是接受这些东西 那些都是more or less the same 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这个我们讲神的那个部分 对 创造者 因为佛教是没有神的概念 是 没错 人人都可以说 在伊斯兰里面当我们讲到神的话呢 我们要怎样去了解 或者去辨别一个神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神 就很像我突然间来跟你讲我是神 你会相信吗 对 人可以自己claim 对对对对 所以呢在伊斯兰里面呢 我们有这一个神的这个标准呢 就是这四句 这四句 就这边呢 对 所以第一个呢 按那讲他是唯一 所以我们讲在伊斯兰里面我们相信唯一的神 神不可以有很多个 对对 然后第二个呢 想他是万物所依赖 就是呢 他神创 对他创造东西 他不需要吃东西 不需要睡觉 不会累不会死 因为呢 如果依赖东西的这些是人类啊动物所做的事 不是神所做的事 然后这个第三个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 就是他没有爸爸妈妈他他不会被生下来啊 应该被生下来这些是动物啊人做的事情 有父母 然后最后一个呢 最重要就是讲 没有任何的事物呢可以跟他相比 所以就是为什么在伊斯兰里面呢 我们没有神像 哦 就是没有他的画像 对 因为如果 我们讲了我们做 你看各种宗教如果他做神像出来的时候 他是有画像的 都是 人的这个想出来的image 有头发啊眼睛啊鼻子 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出异样 我们没有看过的东西 我们都是用 自已知的知识去创造 对 我们讲安拉呢是神嘛 没有人看过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去把它创造成一个形象 对 因为呢这个形象呢是人自己想的 不是真正的 对 那我好奇因为莫哈莫德他本说 他也是没有形象 他也是 风的嘛 对 他整个人的身体是有的 就是他因为他是人类嘛 对 所以我好奇为什么那个人也要活这样 就很像我们看其他宗教 后人 我们讲 是叫摩尼佛啦 他的形象也是被后人呢 把他拿来做成神像拿来拜 就会被形象化 被偶像化 被他当作神来拜 因为你们唯一唯一的神就是安拉吧 他就是死者 就是这个 然后其他的这些死者啊就是以前的时代的这个死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古兰经 古兰经 所以古兰经呢它的原本是这个是阿拉伯语的 对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中文版的翻译 我们伊斯兰里面就相信啊这个里面的这些阿拉伯语 这些呢就是真主所讲过的话 在佛教的话 对啊 比较少人会去念那个 信典 如果是因为全部宗教其实应该要读最初的人 对所以我们讲要认识各种宗教的话 我们不可以去看那个人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做不好的东西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去如果这样子去衡量宗教的话 没有一个宗教是好的 所以呢我们要的学的话 真正从他今天我们知道原本 教真正的教义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们讲法律 法律呢它有时会有更新 更新对对对所以我们跟的话是最 the last one 所以我们讲这个不是new testament 不是old testament 这个是last testament 这个我可以送你啦 太贵重了 没有没关系 这些的话我们是拿来分享的对 能够送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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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